字幕志愿者 杨栋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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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来发言种了新的物种 这个叫做康区 也就是在蟲樓的地方生產的一個花朵 叫蟲蛟 我把它放在花園裡面 那跟這種外來種的東西呢 我就先在這邊做實驗吧 如果它長得好 那我們就會繼續 那今天要講的是主要介紹我們的仙草 那仙草經過上一日的千叉之後呢 長得還算不錯 那一開始的時候你還是要幫它除草 也就是人為的稍微的介入 那仙草本身來講呢 它不怕熱 它怕沒有陽光 像我後面種的仙草千叉呢 因為躲在聖誕紅下面 所以它就長得比較差一點 那如果它長成仙草很密集的時候 其實草是不太容易生長 那你到了秋冬的時候呢 你又可以欣賞這個所謂仙草花 乃自一個不錯的花眼的景觀植物 好了 我們今天的花眼就先介紹到這裡 因為有新的行動局 所以 長期呢 所以我們就稍微拍了一下 好了 花眼就先介紹到這裡 我們下去工作了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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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